一、二、三 劇集《黑色月光煞科》 最後一場戲大夜班 不過大家仍然很精神 因為整個拍攝過程 大家很開心 《黑色月光》終於拍完了 煞清,辛苦大家了 謝謝 辛苦我們很多演員 辛苦了琪姐 辛苦了琪姐 謝謝 辛苦了妹妹 奧俊 很開心終於可以跟街道合作 真的還有一些很久沒合作的拍檔 我回來拍劇 留了個很美好的回憶 而且大家都為這個戲付出很多 很努力的 希望這部戲播出的時候 觀眾也會很喜歡我們 繼續拍 我在等你 真是的 劇集講復首 拍攝期間大家心情沉重 這一刻可以拋開一切 他們又全身不自在 我突然看著你 你令我想起我們唯獨那天 那天… 那天很吵,我們在香港 為何眨眼,你跟我說終於殺科 真的…時間過得很快 不經不覺拍了三個月 快要四個月 快要四個月,真的很快 一直沉醉在那種感覺 對,很不習慣 明天起床,原來不用工作 你拍這部戲拍了幾個月 兒女有沒有煞嬌? 有,我女兒每天見到我 都說我很想你不用上班 我說很快… 她說你叫爸爸去做事吧 是嗎?但是紫日又跟我們說 她很想念你 說你每晚三、四點才發覺心痛你 難道我對著你們說 我任由她嗎? 對… 杜死她嗎? 絕對是這樣的 總括而言,你們拍這部劇 是否開心,是否辛苦呢? 是開心的 演員本身是開心的 但在角色裡是辛苦的 因為… 我聽到你整把聲音都沙灑了 今天好很多 知道可能殺科就很快 拍這麼多角色以來 裝法來說需要最長時間的 要過半小時的男生 其實很少有 但他們真的做得你很精緻 因為現在觀眾對視覺上的要求很高 是 哪怕去到我們的伙食 來到香港這邊的伙食 每天都這麼好吃 我最怕就是保持不到狀態 為何抗拒伙食 有否肥到我拍完呢? 不敢肥 因為作品好,你不想不連戲 是 但它的伙食又這麼好吃 你投訴它,只可以投訴太好吃 太好吃,伙食太好吃 太好吃,你又很難 所以沒有東西可以投訴 監製創作、編劇各樣東西 大家都是這麼樂心樂力 唯一希望就是觀眾喜歡我們 周璇在這兩位美女之間 過程是開心 還是其實是痛苦的? 痛苦 因為它的劇情是很狗血的 我相信是 喜歡看伏仇題材的觀眾 是真的會看得爽